由世界新闻网主办长荣航空赞助的2016银新春网上登迷会 3月14日特别邀请长荣航空纽约分公司总主任张宇棠 利林世界日报总社抽出头奖 长荣航空北美台北或东南亚来回机票得主 由网友X1呛获得 银新春网上登迷会由1月22日至2月22日举行 共收到38000多件回函 网友参加十分踊跃 抽奖由张宇棠总主任按钮 电脑随机选择机票得主 长荣航空纽约台北航线将于今年夏天增搬 飞航服务再升级 各位乡亲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乡亲一直以来对长荣航空的支持以及照顾 长荣航空纽约地区销售客量的组成 基本上是以台湾菲律宾以及越南三大市场为主 其中台湾的占比是最大的 那么自2014年6月起 我们每天都有一班自JFK机场直辈台湾 就刚刚讲的三大市场之外的客人一直在增加之中 我们的泰国马兴以及港澳的旅客 也是逐渐在成长中 那么为了让这个服务更升级化 长荣航空将于今年的下半年 会完成这个每天两班的这个飞航计划 首先是于7月7号先增飞三班 每周246自JFK机场直飞台湾 是齐飞时间是中午的12点45分 航班号码是BR029 接下来呢会在这个10月3号再增飞四班 届时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次的服务升级化的计划 也就是每天从daily one变成daily two 就是每天两班从JFK机场直飞台湾 同时呢我们也同步的增加了这个延伸段 就是从台北飞往菲律宾 还有福治民市以及曼谷的夜航班 再加上我们原本航班的搭配 让我们整个服务网络呢非常的完善 也让我们的服务的这个升级呢 更加的极致化 提供给客人更多的选择性 以及便利性 那么增加了这个第二航班呢 除了纽约地区之外呢 起飞的时间呢也非常适用于纽约以外的 各大城市的旅客来搭乘 那么配合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像是Jabru啦 UA等这些航空公司内路段的优势呢 提供给我们客人更方便更便捷的服务 所以呢在此呢也肯请各位乡亲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长东航空 继续支持我们的侦办计划 谢谢